台北市万宁街一处社区上午发生了 秀瓦掌的翻版坠楼意外 原名21岁的男子从10楼跳下来 正好就压到在社区中庭聊天的妇人 男子坠落的重力加速度相当于是2000公斤 造成妇人伤势严重 两个人送医双双不治 而当时正在跟妇人聊天的社区警卫 目睹了悲剧 吓到说不出话 离心妇人的家属神情哀奇 回到事发现场招魂 怎么也想不到 在住家中庭聊天 突然祸虫天降惨死 地面上血迹斑斑 老夫人和年轻男子倒握在地 男子的头破血流 老夫人伤势严重 脚步有开放性的伤口 社区住户看到了满地鲜血相当惊恐 救护人员赶紧将两人抬上救护车 送医后双双不治 事发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鞋子散落在旁 早上八点 离心妇人和往常一样 在一楼中庭和警卫开心聊天 突然间21岁的无性男子 从十楼顶坠落 不偏不倚压到妇人 当时警卫正在和妇人聊天 幸运逃过一劫 事发之后强忍害怕 忙着清洗血迹 就像要把可怕的回忆 从脑海中去掉一样 初步估算 体重80公斤的男子 从十层楼高坠落 触地的瞬间力道将近2000公斤 等于是一辆休旅车 坠落的过程中 压到正在跟社区警卫的一个妇人 聊天的一个妇人 结果分别双双重伤倒地 警卫大清早眼睁睁看得两个人惨死 惊恐回忆恐怕得花好久才能平铺 接着综合报道